Hello,大家好,我是小飞侠,欢迎回来 那现在呢,有很多行为都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高级,有魅力和成熟 但是呢,这些行为呢,往往会浪费我们的钱 那电影啊,电视剧啊,就很喜欢把他们的男女主人公跟这些行为联系在一起 广告商呢,也很喜欢把他们的产品和这些关键词联系在一起 让他们卖的产品可以卖出更多的钱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五个让我们浪费钱的高级行为 第一个呢,就是喝很贵的酒 在电影里面呢,就会经常出现他们的男主角 拿着一杯scotch,边摇边晃的,边谈生意 还有一些很晒的小姐姐,手里面拿着一杯Martini 下一秒就有帅哥来搭讪 我们不止比上一杯喝多了酒,我们还喜欢喝更贵的酒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YouTube上面也有很多小姐姐小哥哥在推荐究竟怎么样去选 喝一杯,在电影电视里面成功成熟的女生经常都会跟酒联系在一起 同样的有男人味成功的有魅力的男生也经常跟酒这个形象联系在一起 当然了,我们平时偶尔喝一杯呢,当然是无伤大雅的 只要不被这些形象绑架,去花无味的钱就可以了 第二呢,就是讨价还价 我们经常都觉得呢,讨价还价好像是一个不怎么大气的行为 不好意思开口讲价 就算我们开口讲价了,对方可能还一个价 我们想着说,合气生财就算了 其实不管是薪资,一次性的服务,还是产品的价格,都是可以谈的 Customer Service,他们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跟客人去谈价格 只要你有合理的理由,其实价格都是可以看 当然了,其中呢,可能我们就需要用一些策略 例如用一些竞争对手的价格,来提高我们奖价的成功率 例如买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对比几家dealer同一个model的钱 再用最低的价格去压,分别压他们几家的价格 这其实不是幼稚或者不大气的行为 相反,浪费钱,花无味的钱,才是不成熟的行为 第三个呢,是摊便宜,为了省钱而省钱 去买那个标价最低的产品 但是呢,殊不知这些标价最低的产品质量不怎么好 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之后反而用的次数会更少 我们呢,应该是去注重这些商品的性价比 就是看一下我们究竟会用多少次 然后用它的价格除以我们会用的次数 得到每次使用的价格 例如H&M的一条20块钱的裙子 你买回来之后可能只能穿一次 因为你洗完之后就发现它变形或者变色或者掉扣子 那相反Alexander Wong的一条200块钱的裙子 你买回来只要穿10次以上 就会比这一条H&M只能穿一次的裙子划算 那在同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应该选这一条Alexander Wong的裙子 当然了,会出现这一种情况呢 基本上都是会重复使用的这些商品 身上比较会出现这种情况 例如家具啊,外套啊,鞋子啊,车子这种 这些我们会频繁使用 或者是需要一直保养的产品 一开始标价便宜的产品 可能后来会让你花更多的钱去维修啊,维护它 所以呢,我们买这些商品的时候 可以蹲打折计 等它打折打三折五折的时候再入手 但当然了,我们又不能掉到另外一个陷阱 就是为了打折而买 我们要确定自己真的是喜欢那个商品 而不是为了贪便宜 第四个呢,是各种subscription boxes和membership 我就经常会入这样子的坑 例如之前我就被坑了一次 就当时我看YouTube的那些家居清洁的博主 被种草了一个叫Groove的商家 然后他每个月都会给送一些清洁类的产品 四到一个月看似是非常的便宜 但是你根本就不会用到这么多 除非你每一天每天都在清洁 又或者说你的房间就像篮球场这么大 还有一个呢,就是Gym的membership 我身边呢,很多朋友看我健身 就很喜欢叫我带他们健身 但是呢,他们一开始办了那个卡之后 经常都是第一个月的时候 非常的积极 每一天都来,每一天都拉着我 跟他们一起去 过了一个月之后呢,一周去一两次 再过一个月呢,就每个星期去一次 半年之后呢,基本上就是问他 他也不去 这些Gym呢,他们设计 其实只是给25%的会员去的 就可想而知 这些买了membership的人 他们究竟有多少人会去 subscription box呢,是看起来划算 但实际上单独你是不会买这么多产品的 那membership呢,也是看起来是比单次的便宜 但是你不一定会去这么多的次数 所以要确定自己究竟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产品 或者说自己究竟有没有坚持下去的决心 那第五个就是相信那些很贵的神奇特效药 例如那些快速减肥药 让你三天减七井 你想一想你二十几年才长出来的肥肉 能让你三周就把它们减下去 而且不反弹吗 例如国内有很多包火车 包飞机,包邮轮的 买减肥药的 国外有很多叫那种健身教练代言的 当我们非常非常迫切的想要某样东西 拔苗助长的时候 会容易反弹,不长久 想得到一件事情 最好的方法就是长久的坚持 例如减肥 唯一的办法就是管住嘴 迈开腿 例如每周去计划你的meal plan 然后顺便把你每周要买的食材都记录下来 这样子在食材上也不会浪费更多的钱 减少外食呢也能让我们减少摄入不健康的调料和油脂 那迈开腿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可以监督自己每一天起码要做30分钟的运动 最好呢就是找一个有同样需求的小伙伴跟着你一起打卡 如果谁没有打卡那就发红包咯 那今天这五个会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让我们浪费钱的习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中招 或者说你们有没有觉得还有其他的会浪费钱的习惯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